目前我們宜蘭疑似病例有多少 那目前有確診的嗎 還是目前的情況 OK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目前宜蘭縣沒有確診的個案 那通報也就是說疑似個案 目前到昨天晚上12點為止有6例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放寬我們的篩選範圍 希望能夠將所有可能的這種病例 都能夠在我們島上之中 所以通報案例勢必上會比較多很多 但是我們也都一旦進來 我們都會最好的照顧 包括在復雅隔離病房的照顧 然後等到檢驗結果出來 如果檢驗結果是陰性 那這個我們就放心了 到目前為止6個案例 有2例目前它一彩 第一次去檢測是陰性 因為我們通常是24小時要再檢測一次 所以目前第一次是陰性 另外4位是昨天下午才開始通報 所以我們目前在等檢驗之中 目前為止在最好的隔離病房裡面 觀察照顧之中 6月的旅遊史是中間 對 其他的兩個人 基本上都沒有從武漢 沒有經過武漢 基本上都沒有進入武漢 你去過什麼城市知道嗎 這比較多我要再查一下 全部都是從大陸入境就是 都是有大陸入境 從大陸入境 不是從香港的整機 不是 目前都從大陸來 直接從大陸來 但是都沒有到武漢的旅遊史 那有沒有特別要呼籲的東西 比如說比較擔心的部分是怎麼樣 我想請求各位 尤其我們的民眾 宜蘭縣從17年前的SARS開始 我們的醫院不斷地在經濟 政府也不斷地在帶領我們在防疫方面 不斷地在改進 經過17年的努力 我們每年都有兩次以上的演習 事實上我們有累積相當的能量 像現在我們的國外院的院長就是感染症專家 聖母院的院長胸腔科的專家 所以我們有相當的能量 請民眾對我們的醫療能量是放心的 但現在對民眾來說最重要的是怎麼樣保護自己 所以只要是如果是自己或者親友 從大陸回來14天之內 只要有發燒跟呼吸道症狀 就一定要戴口罩 不要做公共交通工具 那到我們的醫院或者診所就醫 在就醫的時候 一定要在掛號就要先告知 不管是在掛號或檢上 先告知工作人員說 我從大陸來了我有症狀 那醫院會診所會先做適當的照顧 避免再去可能的感染 然後做到這幾點 我覺得我們可以將所有可能個案 都囊括在我們的掌握範圍之內 當然另外一點就是 我們也鼓勵民眾盡量去打流感疫苗 為什麼呢 因為流感的症狀 跟武漢肺炎的症狀很類似 那如果這樣的話 有些時候會造成一些誤解或擔心 事實上流感的 事實上在臺灣盛行力 武漢肺炎是高很多 所以如果能把這一塊 藉由打疫苗降低的話 一方面讓自己不要受到無謂的困擾 二方面讓我們醫療能量 更能有效的照顧相關的個案 謝謝師長 謝謝